前場的放網我們會有分正手和反手 我們通常會有向內搓和向外搓 我們做這些網前的技術時 都要配合步法 講解雙打的放網 雙打的放網因為雙打的投速比較快 準備的時間亦相對比較少 所以我們在雙打的時候 都是通過中前半場去做一些機會 讓自己拿回 往前的技術 我也有幾個重點想提提大家 可能這幾個重點 平時都會比較少人去留意 但如果你做到這些重點 其實都會幫助到 你可以打一個質量好的放網遊戲 第一個就是放網的時候要注意出手 出手的意思就是在你起動和對手打完球之後 你判斷一下的時候 你知道是一個網前的球 你就要伸板出去準備迎接球去打 千萬不要跑到網前 突然之間伸板出來 這個時候你就會很難預計到 那個球的距離和那個球的速度 也會因為這樣有時候會跑過龍 如果球太近身體的時候 你很難他還有一個控制 整場球來說 你每一球都跑過龍的話 相對體力的消耗都會比較大 第二個重點就是有時候見學生 明明他放網的動作已經很漂亮 揮板的動作都很正確 但總是好像打不到球 因為可能是你擊球的時間有些不對 很多人都不太教得清楚 究竟我們要在哪一刻去接觸打球 我們要看著球的狀態 如果他還在空中旋轉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急著要打他 看著球頭向下一下 然後把板放在球底 輕輕好像磨擦球 把球送過網 當然我們去一些延遲的級別 如果我們可以拿到一個 早一點的擊球點 但球頭又未向下的時候 我們可能可以加一些 撥球的動作 或者一個快的抹球的動作 我們今天講一些基礎的動作 我們會先教大家如何判斷球的狀態 另一個重點就是 有些朋友們 將網前擊球點 放到很消極和很低 明明球在很高來 但也是在很低的點去等他 因為可能他們會怕失誤 怕控制不到球 所以想利用一些長一點的時間 去等球 然後慢慢控制 如果對手看到你有這個感激動作 他都不會害怕你的球 你都會很快 可能通常網已經在準備你的網前 相對來說更加危險 所以我們網前 盡量拿一個高一點的點 不一定一出手就要立即打 有時做這個動作是被一個威脅對手 另外就是很多朋友 打完一個放網的球之後 然後板一直去到很遠 沒有做一個平的動作 就會硬要把球 很用力地打到又軟 又可能很高 撞到很高 我們是要擊球之後 你一接觸完球 其實是用手指去捏住板 千萬不要讓板去得太多 我們擊球的時候 我們沒有停住板 那球就會跟著你的板 一直去到很遠 擊球之後 用手指去捏住板 你才可以打到一個質量高 比較鐵網一點的網前 最後一個重點 就是我看到很多朋友 可能站在放網的時候 可以打到一些質量好的網前 但到他一跟人對打 跑動的時候 就經常都打不到一個好的網前 比較常見一點的事就是 他們一衝向前之後 沒有用腳部的力量去做一個殺制 然後整個身體都會向前傾 如果你的腰腹和腳 沒有用力去收住 沒有做殺制的話 你本身 你預計擊球點 可能在這個位置 但因為你沒有用力去收住的時候 到你擊球的時候 已經是整個人傾前了 以及點下去了 不是你預計中最理想的球點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為什麼跑動的時候 做不到一個好的放網 但每一次站在這裡的時候 我的放網都很漂亮 都會用在這裡 我會在這裡 我會放上去 你會走一個多di 你會走到這裡 去叫我 又坐在這裡 有一個細節 剛才說到很多朋友都顧著放網的動作 放網的法力 很多時候都忽略了身體和腳部的一些控制 我們平時在場邊都可以做一些小練習 可以幫助你做一個往前的步法 首先就是向前的兩側的電步 跟之前的拼步有少許不同 拼步的速度會慢一點 電步其實我們有一個像細細步一樣加速 亦都是我們觸動的時候中間調整的步法 上網的時候起動之後加一個電步 有時候如果我們判斷錯誤都可以用一些小的調整步 電步去改變方向 你看到網前有些機會 你想快點去搶點做一個高點的激投 亦都是要靠這個電步去做一個加速 然後就可以快點拿到激投點 除了腳部的練習 都可以做一些手、放網、磋網的小練習 如果你沒有朋友或者沒有對手 跟他練習的話 你自己一個人也可以練習 就是一個原地的正手和反手的磋網 要求我們好像在球的底部磨擦 也要判斷球一落的時候就可以去擊球 開頭可能會比較難 因為有時候控制得不好 球就會飛到很遠 透過這個練習 控制球可以在你控制到的範圍之內 一直連著做一個正手和反手的磋網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要判斷球是怎樣轉 然後因應它的轉 你用不同的方法 就是剛才教過的向內磋 向內磋和正手和反手都有 如果多做一些練習 都可以增強你打往前的手感 好了 今集就說了這麼多 大家記得回去做多些練習 記得Like和Share我的影片 有什麼想跟我說 或者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按小鐘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我的影片 千萬不要錯過 好 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